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可以喊口號嗎 上網問中間 不好意思 上網問中間 不好意思 上網問中間 麻煩你 麻煩你 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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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Joseph 你來了 喊口號 各位我們美容行業 每一次 和那麼多傳媒 和那麼多市民去見面 去申訴 其實目的 我們願意 不斷地去提升自己 提升我們處所的防疫能力 我們這次是特別 是非常之有決心 有承諾 有執行力地推出 我們叫做美容業的閉環式管理 目的都是 美容業 我要復工 我們一起喊口號 美容業 我要復工 三次 美容業 我要復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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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業 你 uncertainty 與你無法關聯 談判 相當百分之 Sales 大家都是很短時間就召大家過來 大家看到我們今天都很齊人 因為有全國十五個美容協會的首長都在我們當中 還有我們的嘉賓 如果我們計五月 我記得五月拜行是第一次的地方 到現在我們已經開了差不多五個月 為什麼我們循環都要開多少 都希望可以發聲呢 因為我們還未達到我們的頭編 如果大家心想知道 現在這個關閉的措施 就到一月一日就會戒戒 亦都是第三輪的停業 總共停了多少呢 如果我們戒指是一月二十一日 就是停了一百一十四日 三輪的停業是一百一十四日 好像邵玄明說一年好像三分一的時間 都是沒有公開的 大家手停口停 好了 今天其實我的訊息很簡單 我們講兩件事 閉環式管理 昨晚都有一些傳媒的朋友問什麼來的 我說你來到我就知道了 我們今天是講一個完全全新的概念 給大家聽 我們用什麼籌碼 是希望令到 那些朋友 我們的潛政員工是有公開的 那會跟大家講這個 閉環式的管理的方案 第二就是我們希望立即復工 這個在我們這麼多輪的記者會 我們都是希望 我們做好我們的行業的抗疫措施 我們希望換來政府的機能力 好 那或者我不講那麼多了 我們留下時間 大家可以問一些問題 因為今天都晚開始了 那我首先就是請 立法會 立法平壽制 趙家暉議員 我想說趙議員 其實在這麼久以來 一直在幫這個戒指 去爭取 那 到我們差不多去到現在死事了 因為三輪的停業 是的 1月11日 究竟我們這些服務業 有期還是無期 我們還不明明 大家都很承諾誠口 那我們請 Dag 12議員 先到席 今天參與 我們這個 記者會有15個美容界的商會 而大家都知道 在這次疫情裡 美容業界其實去到1月21日 總數就會停了114天 而在這次第三波 由12月8日到今天應該是1月18日 如果去到1月21日 其實應該停了差不多42天 很多業界其實都很擔心 今次政府接下來會再公佈 要他們繼續停業 而事實上美容業界的話 大家知道大部份都是一些以女性為主的行業 而過去這大半年 他們很多其實都是守庭、口庭 講得難聽一點的話 有時候晚上很多業界打給我 其實他們這些社會都已經不能再去量度 接下來其實農曆年 農曆年關其實是張志 過去農曆年關其實都是他們主要收入的來源 如果政府在這次 在1月20日要求我們繼續停下去的話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怎樣可以繼續生存在裡面的 所以今天業界很多商會的朋友在一起 他們就有一個新的建議出來給政府 就是他們繼續提升他們的抗疫措施 保障他們的員工和客戶 希望換取政府可以給他們盡快 其實可以復上班的 在1月21日 而今天也有些新聞報導 就是說今天疫情可能會有機會去到100宗 我也想跟大家說說 過去這大半年 政府其實去選擇這個叫做張馳有道的方式 去做一個抗疫 在世界各地的話 你可以看到國內 澳門他們有一套 歐美國家其實有一套 我們香港其實有一套 那哪一套是做得好 還是不好的話 我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去到現在這一刻的話 在這次第三波的話 美容業界 你看到10月8日其實已經被勞令停業 而事實上在第二波的話 到現在其實第一二三波的話 第二波完全是零確診 第一波的話 那個確診其實都不是業界傳給客戶 是客戶傳給其中一個的同事而已 而那個同事都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傳給另外一個同事 但是在狂內裡面爆發的話 其實是沒有的 而在這次第三波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看到 縱使美容業其實很早已經停了 但是控制疫情的話 已經差不多了兩個月了 因為Party Room的話 在1月22日其實已經被勞令停業了 如果去到21號的話 差不多是兩個月 這兩個月的話 其實大家看到那個疫情浮浮沉沉 現在又說要回到100個單 其實跟美容業界 關和不關其實有什麼關係呢 但是你要知道 你們就這些專家小組的人士的話 就是說你叫他們關的話 就整個行業其實那些朋友全部搜定口庭 是說有幾千間公司 有幾萬個人士的從業議員 和他配合家庭的 那他們怎樣去繼續去生活呢 所以其實他們的要求其實很卑微 就是希望可以其實復工而已 那一會兒具體的細節那些 那麥爾森會長和朱利安娜會長 都會和各位最詳細的解釋 而我的要求是很卑微 很希望可以協助到他們這些 被勞令停業的業界劃 讓他們自力更新 政府盡快想一個方法讓他們復工 好嗎 那我交給麥爾森會長 謝謝 多謝各位傳媒朋友今天來到 也都很多謝邵議員不斷地去給支持我們 是 辛苦了大家 我知道我們很沉悚 大家都來了我們記者會多次了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在我的背後 我們是說有幾萬個家庭 它是無以為計 它新計了成問題去到絕路 我們從業停業 剛才都聽到資料 我們停到 如果今天為止 我們是停業第112天 現在是最近這一次 已經是第三次 是停業接近過半月 但是政府是完全沒有針對員工 提出任何補助 這次是連補助業都沒有的 令到數萬個家庭 其實它真是陷於一個憑危的絕境 我們上一次 即是1月3號是開了一次記招 已經到現在兩個星期又多了 還未得到政府任何回應 究竟何時復工 究竟怎樣才可以復工 究竟這些無辜的員工 這些家庭還要犧牲多久 要捱餓多久 才會得到補償 沒有答案 我們明白疫情是反覆的 所以我們也不想坐著等 正正是為了進一步 加強保障顧客和我們的員工 為了令政府更有信心 更有理由 去讓我們業界安全復工 我們今天會公佈一套 閉環式的管理方案 我們的共同願望是 加強在有效抗疫的情況之下 工作和生活都是重回正軌 香港人是需要重回正軌 不可以再淪陷下去的了 也都希望政府考慮將這種方案作為一個試點 引用在一些適用的行業上 令到抗疫和工作之間可以有一個平衡的方案 我們願意站出來試做一個試點 我們重新 美容行業一直以來是全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的 疫情爆發至今 其實我們的確診數字是非常低的 善元剛才說的在第一波在四月份的時候 我們總共有三個員工是確診的 而且有一個都是在他私人的生活交際上去感染到給同事的 在第二三四波我們是做到零確診的 沒有群組爆發 但是依然無故被停業很多次 政府一直都不交代lock down美容行業的理據究竟是什麼 業界多次要求政府制定或者提出機制 既然政府不採取全面落單 為什麼會減中一個確診率這麼低 甚至是零確診的行業來停工的呢 一直給不到理據我們 也都交代不了究竟要符合什麼情況 我們才可以復工 現在我們第三波等到第六個禮拜了 我們要等多少個禮拜我們才知道 都不知道 我們講過很多次 我要責借度我要虧 我要借多少我要虧多久 需不需要預算的呢 作為一個員工 他沒有薪薪出多久 他可以頂得下去呢 他用不需要交租的呢 這些全部不用跟我們討論的 大家就在這裡等就可以了 逆地而處 大家覺得這個是否可以接受的一個方案 特首公佈了 他說不是單單 他也有公開講過 他不是單單看確診數字 那究竟看什麼呢 我們業界都很想知道我們在等什麼 用你的角度看 你政府既然控制不到疫情的數字 又做不到清零的效果 又不肯全面落單 那你就必須要交代 你選擇某幾個行業來制期的原因和機制是什麼 為什麼確診數字多於美容行業 很多的可以繼續經營 而美容零確診就要停 我們很願意 我們都很想 專家告訴我們 究竟現在正在開工的那些行業 他究竟是採取了什麼預防措施 我們跟著你 你給我開 剛才邵議員都說 我們在被禁止的期間 現在不是一樣有這樣的確診數字嗎 很明顯你根本就這個招數是不適用的 我希望這些專家不要再用一些誤導的方法去說 美容不是一個必需品 所以我們禁止了它 以用你這套概念 社會上現在很多在運作的行業都不是必需品 我想問你們 這幾萬名員工的工作是否是必需品 這幾萬個家庭的生存權利是否是必需品 這個社會的公平性又是否是必需品 你是不是必需要交代為什麼會選擇我們 我們做錯了什麼 你憑什麼不准他們開工 又不賠償給這些從業員或者一些經營者呢 如果你看回確診數字 我不想拉其他行業下水 但是你隨便看一個商場 旺角其他商場四十多單 池運三個商場七十多單 甚至一間公司 都比我整個行業一萬間公司加起來都還要多 為什麼是我們 我們要求政府交代機制 我們絕對相信政府不應該會是隨心而發 就是隨便想起停誰就停誰 但是至今一年了差不多 政府仍然都沒有交代 到底是不是有些不可以跟公眾講的苦衷 你不可以跟公眾講是不是都要跟行業講 甚至是不是跟我們代表的議員去講究竟什麼原因 一個零確診的行業 你要停它 連我們的中央都出了聲 新華社16號都講 評論文章講 各地的政府要科學防控 精準防控 不可以用重炮打蚊 不可以用掃把打狼 現在政府動不動 確診數字上升 就lock down 599F這些場所 明顯就是中央政府口中的冷靜 擺明就是根本用了一個沒有確診的行業 去停工 是一個明顯的抗疫失焦的一種做法 所以現在政府對我們行業 絕對是一個不公平 我知道很多國家都有一些暫時停工的措施 不是香港一個獨立例子 但是別人很多國家都有掃出相應的補償 起碼都會按時出糧給員工 就算不出十足都可能有六七成 前兩天我看新聞看見 南韓疫情都是嚴峻的 那些防疫部門宣布什麼呢 現在的防疫措施和禁聚都要延長 去到31號 甚至2月過年期間 就定為春節特別防疫期 要加大防控的力度 但是你看看別人跟著說什麼呢 為了公平起見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 都要考慮公平 決定放寬 有條件放寬一些措施重開 例如咖啡廳 滑雪場 室內體育館 甚至連歌廳 這些看似非生活必需品的 人們都考慮到公平性 要在加強抗疫的情況之下 都讓他們有條件重開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現在法例令到工人沒有公開 而又拒絕補償給一些受影響的從業員 這個絕對是一個超級不人道的做法 我們這些員工絕對有生存的權利 他們有工作權利 所以我現在呼籲政府 馬上復工 或者馬上設定一個合適的補償方案 因為其實如果未來21日都沒有辦法重開的話 我想我們都頂不住了 我們頂不住的 只是我們這麼多的行業協會 都頂不住我們的員工 我們的從業員的責任 我們甚至都控制不了他們 會作出什麼的爭取行為 我們一向是採取和政府合作的態度 希望有商有糧 大家談好這件事 但如果我們一直都得不到回應 政府一直都不給一個合理的解釋 不制定一套機制 不制定一套停業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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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疫情變成一種常態的時候 總會有疫情再上的時候 到時會發生甚麼事 我不知道的 你們在那裡等 停了你又在那裡等 又是599 是不是放在599F那些行業 就是有原罪的呢 不關你事都會停你的了 所以你必須要制定一套機制 我們現在去到一個 即已經去到一個命員一線的形勢 公開的呼籲 希望如果政府不解釋 就請專家出來跟我們解釋 跟我們行業對話 究竟你用一套什麼標準去禁止我們 在一個這麼低確診數字的行業 你仍然都是一而再再而三 甚至可預見三而四這樣去停我們 我們現在不是發爛者或者發窮惡 我們是已經在政府 備受政府的預 認為我們做得不錯 做得很好 備受政府讚賞的一個預防防疫的方案之上 我們再增加安全係數 我們告訴政府 告訴市民 我們是真心做好這件事 我們做到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的防疫措施 我們推出這個閉環式的方案 我們再問政府一句 如果我們做到這樣 你是不是都做不給我們復工 好嗎 我們將有關閉環式的方案的詳情 我請楊衛軍 女士跟我們交代一下 好 麻煩你 葉澤 麻煩你 曉議員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同業大家好 我想 其實剛剛Nelson就講了我們業界現在的處境 由疫情發生以來 其實我們業界已經是很快手 我們十幾個業會是制定了一個美容業的一個衛生奉疫指引的 也都是推廣到我們每一個會員 我們每一個的處所的 那隨著疫情的升溫呢 其實在我們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一個疫情的時候 我們也都做了一個加強版的 就是每一次有疫情 政府講了有社交距離 那我們立刻就強制要求我們所有的服務 是做一個預約制的 那當然了 其實美容本身已經是預約制為主的 那也都是有做一個就是那個獨立房間 還有 有一些的瓶風 這樣去隔開的 那還有呢 如果大家記憶猶新的時候都看到 我們在第一次疫情之後 我們美容師上班做服務的時候 差不多是全副裝備的了 戴上面皺眼罩 縫胡衣 一次性的手套 我們做了這些奉逆指引 這些奉逆指引也都得到特首、司長、政府的一個認同 覺得我們做得比他們預期中更加好 正正就是因為我們很著緊我們自己的員工 我們的客人的健康 所以在今次的第四波的疫情 我們也都再一次去檢視我們的衛生指引 看看有些什麼地方我們可以再做得更好的 整個閉環式的管理 其實就是由保障員工和客人的健康為出發點 首先我們仍然都是嚴守 一定是採取一個預約制的 每一個客人到我們的店舖的時候 我們是會做紀錄的 我們有notebook的 還有我們也都提出 我們是願意每14天做一次的檢測 員工一定要有陰性的一個檢測證明 他才可以上班或者接待客人的 而這些的證明我們都會張貼在一些 比如說我們的櫃桌 就是我們客人會見得到的一些公開的地方 還有我們也都會要求客人填寫健康的申報表 同時大家都知道由於599F的要求 其實美容行業已經在12月份的時候 是已經全部都安裝了安心出行的二位碼的 全部都有的了 但是客人有時不記得使用 我們都去提醒他的 提醒客人 鼓勵客人會使用這個安心出行的二位碼 即使客人真的不記得 因為我們都有做預約制 我們只是做預約制 我們也都有我們的紀錄 這個也是可以做一個加強的一個部分的 還有在這次這個弊環式的一個管理內 我們再進一步是鼓勵我們的客人去做檢測的 那怎樣去鼓勵客人做檢測呢 那我們在香港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有差不多一萬間的美容院和美甲中心的 我們大約有五萬六千的僱員的 那大家知道了 現在香港派發這個檢測的那個站 地點大約是20個的 我們願意將所有美容的處所 是幫政府去派發這些檢測的 那也即是說呢 已經是馬上升了五百倍的了 就是派發地點 那這個做法呢 首先一樣東西是方便了我們的顧客 因為我們大約計過呢 我們平均有差不多七十萬的客人 就是在正常營業的狀況之下 是十名登記呢 是光顧我們的美容院和美甲中心的 而這些客人呢 如果他很方便地去拿到這些檢測瓶 那相信他們願意拿就很願意去做一個檢測的 剛剛Nelson說到呢 其實經歷過疫情以來 其實無論在任何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見到我們是用很理性的方式 我們首先自我檢討 看看我們有些什麼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看看怎樣能夠令到我們的客人可以安心地 放心地來到美容院去消費的 但是我們一再被停 我們法師不解的是 在第三次疫情的時候呢 我們並沒有被停業的 我們沒有被停業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防疫措施做得好 但是第四次的疫情呢 就是這次第三次被停呢 政府的專家的理由就是控制人流的 那我想在這裡說說 美容院呢 其實是九成來說是獨立房間的 平均大約一千呎的美容院呢 我們大約是可以做到四至五間的獨立房間的 那我們的美容師上班的時候呢 是全副武裝的 我們戴上眼袖 棉袖 口袖 一次性的用品 如果光顧過我們的客人都知道 其實我們每一次做完的服務呢 其實我們要扔很多東西 再加上我們做的一些衛生的措施 其實我們服務客人的空間 對比於其他的行業來講 我們相對是寬闊的 那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是很衷心地 我們呼籲 我們也都希望政府能夠 跟我們的業界商討 可以有一個折衷的一個方案 怎樣去平衡抗疫 還有是令我們的 可以維持到生計 中間能夠有一個平衡方案 而這個閉環式的一個管理 怎樣去做呢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 首先我們業界十五個會聯手去推動 我們業界自我監察 我們的消費者我們的客人監察 我們也都懇請傳媒幫我們做監察 我們全民監察 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我們很決心 也都是願意為社區衛生出一分力 不單是保障我們自己的員工 保障我們自己的客人 我們也都希望 希望可以在我們這個努力之下 令到我們的工作 令到我們的生活 可以早日重回正軌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這次有關於 閉環式管理的一些介紹 那就先到這個部分 謝謝 我們想請葉先生說說 那最後究竟業界想給政府的訴求是甚麼 你呼籲是甚麼 其實呢我想向政府交代一下 21號是我們行業 給我們這麼久代表的死線 如果我們都沒有辦法爭取到復工 或者是爭取到賠償方案 有合理的補償給他們 我想我們都沒有辦法可以再疏導到 我們業界那種悲憤和激動的情緒 我們不希望 但我絕對不排除 他們會有些激烈的抗爭行動 但我不希望是這樣 所以我希望政府在21號 真的讓我們復工 我們願意做得好些 我們願意在好你們讚賞的方案之上再增加 希望這個方案就變成一個pilot 可以幫助其他行業 如果真是21號都不能復工 政府必須馬上跟我們商討補償方案 同時我們也都公開要求 這些抗疫的專家出來跟我們直接對話 向我們行業交代 選擇我們行業來停業的標準 到底是什麼 拿你的理據和數據去說服我們 究竟我們是為什麼而犧牲 所以我希望我們達到 不想見到一些激烈的行動會出現 但是我們真的覺得 我們的從業人員已經忍無可忍 也都去到真是沒有辦法 再支持我們一個懸崖的邊緣 希望政府都理性地去看待我們 希望真是讓我們盡快復工 麻煩 謝謝 你或者我們給全民問問題之前 我看看邵議員有沒有補充 其實現在的建議都要交給政府了 希望政府可以認真去考慮 跟一些專家小組的朋友說給他們聽 業界已經等不了了 全部都已經是懸崖的邊緣了 希望盡快讓我們復工 謝謝各位 業界是很謙卑地 就釋出這個直線 原來行多幾步 希望來夠大家 從正軌 就是香港從正軌 天門高 可以開工 又可以繼續進入飯門 這個時間我或者看看全民 兩個天 是 想問回你們那個科目 譬如說要怎樣執行 譬如說是否強制行業 一定要做了結測 才可以來你們做美容服務 還有其實擔不擔心 會引來一些客人的 不是很容易或者反感 你們這個方案 第二就是想問回 其實政府初步有沒有說 有什麼違規 對於你們這個計劃 還有最後就是想問回 你們行外有沒有說 其實現在有沒有多少間美容院 已經整不住要結業 接下來會不會 什麼時候可能真的有一個結業潮 到時真的有多少間美容院 可能會隔不住 政府和我回答 你回答第一個 最多給我結業你回答 OK 好啊 好啊 首先我們想說 我們是所有我們的員工 我們上班的員工 是做這個自願性的檢測 就是我們可以做檢測的 客人方面我們提供這個檢測瓶 其實是方便它 我們鼓勵它 並非是一個強制性的 我們也是想說 我們的從業員大概都有5、6萬的從業員 再加上我們上下有的供應商 我們希望是起到一個作用 就是我們先導的一個計劃的一個作用 就是如果我們想我們的生活 重返正軌 我想我的工作重返正軌 我想生活 我想有份工 我做足這些防疫措施 我希望我有一個機會在這裏 所以我們建議把我們那個美容處所 大約一萬間的美容院和美格中心 作為一個檢測瓶的派發中心 其實是方便我們的客人 同時間也是鼓勵它們去用的 就不是強制性的 或者交給邵舒議員 好 在政府那裏 其實我們在1月13日 有一個zoom meeting 和張遠中司長 一如既往 其實政府一直都覺得美容業界 其實是做得很好的 我相信這個 我不想多介紹 大家在傳媒上面 看到特首都親口 其實是爭取我們 而在這次一波停開的時候 政府特首都說 其實並不是因為我們做得不好 只不過是希望人 減少人流出街 到今天 其實已經差不多一個多兩個月 美容業界 就是犧牲了 放在一邊 而那個情況 其實是不是 如他們理想的結果 今天一百單 其實美容業界都不在 其實那些人是不是不出街 那個結果 其實不是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要換來 有幾萬個家庭 其實說過不了一年 現在其實是想復工的 我想政府又要認真 去看待我們的訴求 好 至於會不會出現鐵業潮這個情況 我估計 無可避免的了 視乎 規模究竟去到有幾大 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每個月都有一個 郵寄的郵件 每個月過百過百 這樣一路跌下去 其實你不用很久 你就會見到 有幾百間不見了 但是現在我們沒有辦法 很確切地看到 因為現在是停業期間 全部都關門 究竟是撿了一盒 還是停業期間沒有開門 我們沒有辦法去數 但是政府如果繼續下去 就是用一般人做生意的心態 你會看到 如果 我根本不知道會停到幾時 即離場的心態 就肯定是會鮮明了 因為結業潮 其實不一定要頂不順才會結業 我有十間 我收縮五間 我的公司還在 但是我的員工又流失了很多 整個經濟活動又收縮了 整條產業鏈是會被影響的 即是上游下游的產業鏈 都是會被傷害的 所以因為這種結業情況 我相信 可能我們有時候未必見到 某個品牌的美容院不見了 但可能它已經收縮了 一定數量的分店 這種都是一種結業潮 所以我相信 過完年 你就會看到 那個情況會明顯些 謝謝各位 OK 謝謝 謝謝